今天给大家拍一个盘网的视频 这个盘网 很多朋友小看这个动作 觉得这个无所谓 很多朋友认为撒网的关键动作在于撒 其实的话这个你就错了 我们说这个撒网分五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离网 把网离好了以后对着就不要动太起 等我解网好减 下部就是解网 解网的时候 不管你剪斜面还是什么剪平头网 网一定要夹在户口里面 然后呢第三步骤就是盘网 盘网它有什么作用 盘网利用好惯性 把这网摆动起来摆够足够的幅度 盘到想需要的角度 离生意远 这样子有利于下面 拉网发力扭腰拉扇面 所以说很多朋友撒网撒不好 问题主要是在盘网这块 今天的盘网主要是讲这讲 平时借力的一些用法 惯性的一些用法 你要想把它摆写 如果在原地不动啊 你把它想摆起来啊 很费劲啊 很费劲 如果你稍微把它往前一推啊 这么一摆啊 就特别容易就起来 那么这个为什么啊 为什么啊 因为我们这网在那么一推一摆的时候呢 它要往后来 它有个惯性 看哈 来 看这个网怎么样的动作了 直接往前一推啊 怎么样啊 它因为惯性呢 它得往后摆 所以说我们趁着它往后摆 那惯性的时候啊 这样手领着它走 这网就很容易摆起来 如果在原地不动的话 你想把它摆起来呀 很费劲很难啊 来我们来看一下 好了 望前一推 往后走的时候按 顺手一摆 这网轻松就摆到肩膀的高度啊 那所以说我们平时撒网的时候呢 一定要把这惯性利用上 这惯性啊 给它利用上 呃 那么这个 说这个为什么啊 比如说呢 因为我们很多朋友 说这个撒一把网脱网的时候啊 撒一把网脱网的时候 它也是同样的道理 你一定得把这个惯性 给它利用上 这个惯性就好比说了 这往往后一摆 为什么要往后摆啊 提在面前 直接往前推 这网的弹网幅度太小 用不上力啊 望后一摆 看到吧 望后一摆以后 坠子来 望后一摆 坠子要往回走 对吧 那所以说我们借着个力 望后一摆再往前一推啊 望这边再一摆 这样子网啊 它就能够很好的 接上力量 接上这个力量啊 这样子的话呢 弹网的时候啊 特别撒中网啊 弹网的时候呢 容易用上力 很多朋友说 平时弹网的时候 感觉用不上力 呃 或者说呢 什么撒网 又撒不圆 这个动作都是一套下来的 从大网开始 这动作就非常重要 像这个两码网撒网的时候 为什么要把它摆幅度大一点呢 是吧 这不是说我们没事找十足 也是为了借助惯性 看到没有呢 直接往左边摆啊 这网啊 感觉呢 不好用上镜 摆不了太大的幅度 现在我先往前摆一下 示范一下 这网如果直接提在手里边 往前推 这网啊 摆的幅度太小 那如果说 我把它望后一缩 再往前一推 这网看到没有啊 它直接啊 望后摆的幅度很大 所以说我们平时 为什么荡网叫做荡起来 荡起来的意思就是 让它足够幅度 幅度足够大 把那冠心力用好 这样子荡网能够荡得高 如果这网 你直接拿在手里边 直接往左边摆 你想拔这网啊 想把那坠子 想把那坠子 摆得很高 是很难的 那怎么样简单呢 往往前一推 往左这么一摆 这样子坠子啊 轻松就摆起来了 因为往前推的时候啊 往前推 坠子它要往后走 我们稍微借用它这个惯性啊 往后走的惯性呢 给它一下子摆起来 这样子网就容易摆得高 所以说平时撒网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去动脑筋想 怎么样把这个力量利用上 把这网能摆得更高 那为什么要摆得更高呢 凉把网撒网的时候 很多朋友他有一个习惯啊 凉把网是非常好撒这种撒网 如果说它撒不好 都是什么原因呢 当网当不好 手臂呢不到位啊 什么叫手臂不到位呢 看啊 我也得示范一下 什么样的到位啊 来 往 人稍然稍然呢 估计破碑哈 这个往往前推呀 往左一摆 摆得比较高 往回拉 这样子撒 看到没有啊 往前推 可以往后一摆 这样子网摆得很高 手臂在肩膀高 网坠自己也接近肩膀的高度 网一拉就跑发力 稍微一扭就撒开了 所以说新手学撒网 很多朋友说 哎 为什么有人学得快 因为他能把这离网剪好了 然后呢 把这网摆起来 就很容易撒开 如果说你的动作不做到位 哎 拿着网 老是往屁股后面送 荡的幅度很小 这样子撒网是很难撒的 所以说那不容易撒得开啊 这就是我们说的一个惯性的 惯性 包括什么大背网 往前一推 往后一摆 哎 这个一把后手院 往前一推 往后一摆 拖网 望前一推 往前推 坠子往前跑 然后往后摆头带着走啊 坠子轻松就摆起来了 这都是在利用惯性 啊 今天呢 就是拍这个视频 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惯性的方法 那么下面呢 明天呢 我们再讲一下这个 弹网以后一个发力点 啊 就会到这里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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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